100秒的黄金时光绽放自我 金字般的追梦精神闪耀舞台 他们有着相同的坚定信念 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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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会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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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日晚21点 梦金园黄金100秒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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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光已刷凉 音乐不哄响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放开了灯亮 放纵了香香 这一刻让我精清照耀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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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晒晒亮 梦想晒晒亮 晴晒亮 金光晒晒亮 我要将它晒亮 是金子总会发光 来一来个示范由中国万诚心9999领伤品牌 孟军园黄金独家冠名的黄金 100秒 今天晚上 这个周末 大家将会欣赏到一期 高水平的黄金100秒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因为今天登场的选手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们曾经在黄金舞台上 站够100秒 只是在第二轮再站100秒的时候 和我们的金牌擦肩而过 也就是说他们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今天重回我们的黄金舞台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心 当然了放松心态 把这个舞台当做重新的出发点 不有那么一首歌吗 心若在梦就在 只不过从头再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摸摸兜 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 您预测正确的话 将会获得我们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 那我们首先认识今天的第一位 返场的选手 他的名字叫秦鸿婉 我们先来看他上次视频片段 我们都知道空姐的训练 平时都是比较含蓄的 因为你要展示的是一种优雅 体贴之美 但是黄金舞台 真的是需要有一种霸气才能征服 因为空姐也是多才多艺的 我们进航公司之后 也会有才艺的考核 所以你对你的才艺非常有信心 对 掌声有请秦鸿婉 你好 你好 一年不见 快认不出来了 你觉得我又漂亮了吗 又漂亮了 大家好 我叫秦鸿婉 现在就读于北京韩国航天大学 是个大四的学生 我现在以前做十七空姐 现在转做礼仪培训师 谢谢大家 哦 转行了 现在叫 礼仪培训师 专门从事礼仪培训的工作 来得太好了 你就是为了在这个舞台上 向全国的观众介绍 我杨帆都没有理 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这样吧 我现在来考一考杨帆 我给你提出一个情景 然后你看一看你的临场反应是怎么样的 好 假设场景是在哪里 假设我们是在飞机上面 我的身份是 空上 不是开飞机的对吧 不是 空上 假设你把一杯水洒到了客人的身上 此时此刻你该怎么办 哎呀气流电脑 哎呀好晃啊 你这是故意拨过来的 哎 哎呀 你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把衣服脱了 我给你干洗一下 对不起 我能请求机长把这个空顺从飞机上扔下去吗 不是 您别生气 我真不故意的 你看第一步他是先拿手在我衣服上擦 但是他 这个这个是开玩笑的 但是他还是道歉了 我道歉 我用手假如说或者拿那个毛巾什么给他擦 这个是可以的吗 擦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轻轻的擦拭 而且要征得乘客的同意之下 轻轻的擦拭是没有问题的 嗯 第二个 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致命的错误 我们这在是在干嘛呢 行李吗 其实李当中最忌惑的也就是这个行李 行李90度 一般是用于致癌 你还不如烫死我 家明哥 我实在没有想到一杯水就把你泼死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礼 度数并不是说越大的度数越好 向好我们公用的礼就是 在迎接乘客的时候15度鞠躬 欢迎光临先生你好 欢迎登基 欢迎光临 然后在稍微致歉的时候 你可以鞠到45度 但是一定不要超过45度 先生对不起很抱歉 把水踩到您的身上了 道歉45度 所以一定要不要超过45度 哦 那我明白了 红婉应该说是你这一年进步了 你现在实际上能这么理解吗 实际上你可能是空城 空城的老师了已经是 嗯 其实 意义上说应该是这样 只不过我现在也刚授课嘛 可能空城老师教不上 哦 非常好 为今天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 再战黄金舞台 就比如 因为我今天通过导演组了解到 我是第二次反场的选手 所以肯定是best of the best 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我之前苦练了一些节目 今天还是以唱歌跳舞为主 但是就我的唱歌 我已经有感觉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加强了 谢谢大家拭目而待 准备好了吧 黄婉 准备好了啊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今次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像一只天鹅一样美丽 全是女的 同样是有玄机哦 哦 摇身一变 随时随地全要你的美 It's me Sorry不要拉着我揭摆 屋里头的问题答不来 帅哥有多帅 又不能崇拜 拜托我只需要我的爱 最深度像新年的色彩 好心情让自己更期待 照自新年代 我是大牌 全世界都在跟着我摇摆 我是 Here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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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随地全要你 Made with me 好心情 我 这就是重返舞台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 但是规则不变 你有可能成功获得金牌 但有可能的话 你连这第一个100秒都没有占够 所以说再次挑战 依然有风险 但是最后一刻 我还是挺欣慰的 因为我看到这个秦宏婉在下场的时候 虽然是跟二师兄配合 但依然被背得那么优雅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今天晚上的重返舞台的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选手 他们将再次向我们的 9999纯金奖牌发起冲刺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 Masha 不用这么害怕她 她也是我的小宠物 亲一下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蛇吻 挑战成功 掌声有请Masha 还是上次的 还是小花花吗 是的 小花花 花花还是有点紧张 没关系 让她先 太兴奋了 她有点着急登上黄金一百秒 因为这样的温度 是 太兴奋了 大家都很兴奋 她也非常兴奋 所以上次我是真是发自肺腑的 就佩服佳明哥 是不是也略 对蛇都能接吻 略感遗憾是吗 杨帆 不是 我们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大家说好不好 好像对杨帆很感兴趣哦 你看 她是看我的色 很激烈吗 花花过来看了一眼说 上次你没亲我 杨帆敢吗 想一下吧 考虑一下 反正你说俩男主持人 人家都亲了 你说咱 哎呀 尽量表演的优雅一点 亲哪里 我想选择一下 那就亲一下眼睛吧 别亲眼睛 那就亲嘴巴 好吧 来 舌吻 哈哈哈哈 好吧 好荣幸啊 有有有有感觉了 来再亲一口 哈哈哈 够了 一吻定情 哇 这是你家里养的唯一一只 我没有还有一只 啊 是由 嗯 我的小宝贝他们带上来 啊 我儿子 我看有个小朋友叫 来来来来 请倒入台上来 你先登场 哇 他不怕蛇吗 哇 小伙子你好勇敢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康康 康康几岁了 我是四十多 四十多 你喜欢花花吗 喜欢 哇 哇 哇 小伙子你 哇 真勇敢康康 各位主持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MASA的老公 我叫刘慧雄 你好刘先生 那么多类型的宠物可以养 为什么一定要养蛇 作为宠物 以前呢 嗯 我的老师告诉我 这个跳这个舞蹈 可以延长我的舞蹈寿命 所以呢 我就可以跳了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要是杨帆拿着舌 再跳一下 可以是不是延长 你的宠物呢 你听说你跳舞很棒 上次你就这么忽悠我的 哎 跳一段 吧 要不你来一段 来 那刘先生来帮忙 能把小白 搭在杨帆的肩上吗 其实每个他都有他的特点 像这个比较温顺 他比较柔软 像这个呢 比较就有攻击性 比较活泼 慢慢跳 来 音乐响起 亚非拉舞王 来 音乐 和Masha一起来共舞 哎 剑入加尽了 杨帆再放松 杀死他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杨帆 因为会缠得很紧 会缠到脖子上面 他是不是勒你脖子了 没有 他觉得你跳得太难看了 我明显感觉蛇 好像不是太高兴 是蛇这样的 小白跳的时候呢 他有小白 有小白的动作 他有花花的动作 小白也要休息一下了 来 小白退场了 这就好 养蛇有什么样的经验吗 可以跟 假如电视机前 也有和你 一样爱好的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 我都带了 跟我的这几个宝贝 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多年 很多就是在动物园养的 遇到一些问题 也会经常问我 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就比如说 他遇到一些免疫上点 或者生活适应 很久不吃东西 然后我就帮他去照顾和 就是在他的那个生活的习惯 包括环境改善了一些 经常会问到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这回是Masha来北京的 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有些动物园 他们在喂养蛇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环境啊 不吃饭啊 各方面 这是专家要去会诊 准备好了吗 Masha 准备好了 再次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100秒计时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正月秨 ,赚iplin舞台 欢迎订阅 ,一定不是这里 我们一起见 纱炮 请,喝喝点 他们进行 ,ster wiz ,它是 哪一切 你 你们 这个画面非常有意境 我觉得它跟花花配合的 真是比上次还要好 这一次的100秒和上一次的100秒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 感觉的压力非常大 当我知道这次来的都是因为 上次都是因为在舞台上表现非常好的选手们来的 我心里面想到我一定要穿上我最漂亮的衣服 戴好我最好的舞蹈作品 戴上我的这个花花和小白 一起来为我自己展示最美的一面 加油 祝你成功 谢谢掌声送给Masha 来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她的名字叫耿文章 我们来看她上次参加节目的视频片段 其实上我挺喜欢文艺节目 自从刘谦同春节联合晚会上 出名了 我就仔细看 哎呦 毛给剃了 然后就变成真鸡蛋了 动作摸摸摸了 这还是个假的吧 如果你要是再再不相信我就只能就这样 我想问你 凡个 还讲你喜欢吃剩什么样的 喜欢吃剑的还是煮煮煮煮的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煎鸡蛋 煎的 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个口号 不是 这口号叫黄金一亿百秒 鸡蛋变变变 也不押韵 变变成了意志气以后可以天天天吃剑的 来掌声送给耿文章 确实越来越自信了 我确实觉得我非常同意她说的一点 变魔术啊 技巧是一方面 关键你在舞台上要镇定 对不对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首先不能慌 对对对 你要想办法去把它弥补 对 准备好了吗文章 对对对准备好了 来文章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是金字 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跟文章 祝你好运 黄金一亿百秒 计时 开始 带紫铁的吗 哦 哇 厉害 非常有科幻 挑战成功 这个魔术真的很棒 让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能够看到 你和上一次的100秒的这种进步 你这次的台风真的很棒 完全可以预见明天生意又会更好了 加油文章 祝贺 来 休息一下 这边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下一位老朋友 他的名字叫钱子 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 他上次参加我们黄金100秒的情况 真的 你是 猜一下吗 武僧 之前我是看过那个 李延杰不是演的少林寺吗 然后就是从小也喜欢 然后去少林寺席的舞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你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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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别来无恙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水坡凉山 我叫钱子 然后曾经在双林寺席舞 到现在21年 说说参加完节目之后的变化 天洋挺好的 在大江也有认识的 认识你之后 这就是那钱子 快离他远点 他会本事 他会硬功夫 怎么说呢 然后我就像 傍为少林派的这个 武功 七十二教绩 甚至更多的功夫 我展示在舞台上 但是你再来挑战 我们的黄金舞台 准确地说难度系数 会更大一些 因为你上一次表演的 这些内容 可都是你几十年的真功夫 咱们这只是 隔了这么短的时间 再来我们的舞台 你这次是有备而来吗 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 是我自己创的新节目 是吗 对 那我们拭目以待 好 来吧 那我们先上道具 好 这个道具 来杨潘 怎么走踢台步的 来 就是男人要自信一下 要留头啊 你当我傻呀 你当我傻呀 男哥 你会可以吃下我的刀 来 这样是最容易事 放下去 需要找观众上来跟你配合吧 找个观众 我配合一样 谁愿意来 来 这个黄瓜还用吗 你好 你好 来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刘 那你把观众叫上来了 还要干嘛 然后背着她 上刀 然后上凉桶水 上刀月 什么意思 还上 就是你 你背这个姑娘 还要在手上再提凉桶水 放那边 放那边 不好意思 我这是表演节目 她是不是为了效果 专门找了也穿黄T恤的女孩 对 加紧 加紧 他还不忘了打招呼 看来真的是没什么难度 我 我 来吧 加冰哥 该我们的工作了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 跳不动 还 一 neck 然后 音乐 对 好 也要严重 注意 我觉得 站一 去 高 他们 神門,你還有單腳嗎? 好 她的成功有我们两个人的功劳 对 谢谢 来 掌声送给这位女观众 谢谢 谢谢 天哪 为什么要练这种功夫 我感觉怎么说呢 应该是我喜欢挑战 然后我喜欢少年功夫 我喜欢绝技 我要把这个绝技发展 发展到全国 甚至全世界 这也是你未来的一个目标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总统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祝你好运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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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热头 热热头皮 这根钢板应该比上一次的要厚很多 原来厚 而且他是竖着锅 竖着锅 这次是两根 竖着这样是难对应该大一点 至少头我感觉应该更疼 三根 掌声鼓励 下面是几根 四根 表战成功 祝贺钱子 谢谢 谢谢钱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谢谢 不过我们也再一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这是专业的表演 不要轻易的模仿 您现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接下来认识我们下一位老朋友 他的名字叫赵美荣 我们先来看他上次参加节目的视频短片 你吃西瓜从来不用刀和拳头 什么 你吃西瓜从来不用 要什么拳头 在我那面前 都烂了 不好 我觉得从此我们应该称美荣叫西瓜西施啊 他太有活力了 好 挑战成功 往下三辽 往下三辽 掌声再次醒出 邵美荣 加油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 你好杨烂哥 杨烂哥 明明更好 大家都好 美荣 我就单刀直入 问关键问题了 好的你说吧 你觉得上一次你和最后那枚奖牌擦肩而过的原因在哪 你打算 我感觉他们姑娘都很温柔 我也是我们村的村花 村花应该是很漂亮 在外在美还有内在美像杨烂哥哥一样是吧 你是你们吹的村草是吧 外表阳光 那些也应该很阳光 不能太猛 一猛都把人吓跑了 是吧 所以是不是美荣 你今天要展示你温柔的一面 对 来 咱们说好啊 拉钩 你不许不温柔 时时刻刻都得温柔 好的我知道了 一旦有可能不温柔 我们就淘汰你 好的你说吧 就这句话 就改一改 温柔的回答他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呢 好的 杨烂哥哥你吃饱了吗 我吃饱了 好了 今天美容要展示温柔的一面 而且也大包小包的来 这里面应该是有 没有 不是天快凉了吗 这两天我在秋收的家里收玉米 刨花生什么的 这两天挺美的 我趁这个时间 亲手给佳明哥织东西了 对 我给你带了一个帽子 红色的很可爱 红色的有什么意思 因为冬天你开摩托车特别冷 有雪什么的 对 然后你可以戴上帽子 冬天他干嘛冷 他开着摩托车 什么的 有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开三崩子 什么的 我们那边开摩托车 他都戴一个帽子 他经常活跃在地铁口一旦 这是你自己织的吗 是啊 这真是你自己织的吗 这当然了 还有什么毛裤毛线 我本来给你这个毛裤的没拿来 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你要多粗 毛裤就免了 你可以戴一下 毛短裤 你可以戴 我教你怎么戴 如果冬天下雪了 这样子 那个 你别说 还有点那个 很好看 宋小宝的感觉呢 如果风大开摩托车 你就把耳朵盖上两用 哎 这样戴着耳朵 刚才这样更帅 这样会 开摩托车会扫到眼睛 还是正常去这样好看 好 就要看前面吗 但实话是说 佳明哥你回去看那个重播 真的显得年轻很多 对 如果这个帽子旧了的话 你可以夏天当车店的 可以防那个屁股暖吗 夏天垫屁股底下 是两用的 夏天垫屁股 冬天在头上 起码这个帽 我现在有点犹豫 我还要不要接受你的礼物了 但是这是新的 我没碰过 这是属于个人的 我真是送给我的 送给你的 而且我今年冬天一定带 特别暖和 对 如果像主持的时候 但是我唯一就是有点压力 我会为此 为这个帽子去买一辆摩托车 你家没有摩托车吗 那么穷 每天自行车上也行啊 我都坐地铁 公敲 你自己 你自己戴帽子一上地铁 啪啪托车 对对 多有面子 软和是吧 下来又戴上 对 我呢 你呢 我赶得忙 你知道吗 所以还有几个 我给你打了个围巾 然后 还差 我可以 这个颜色还真跟你搭 还差几个 我给 别说还真是 你帮我拿下 我帮你 我这都给你弄吧 限制 我觉得这个包跟我这帽子也配啊 这个是最 特别提升你的气质 我这就去买摩托车 这个特别简单 我怎么样啊 就是 激动死了 有点抖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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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锁呀 没关系 因为这个线不用了 温柔 温柔 不好意思 我看你还挺注重细节啊 这个 两边号加上这个毛碎是吗 不能浪费一点点 因为有的时候打了两头都掉了嘛 掉了你可以跑到碎上 感觉像以前的小芳 是吧 李春波里面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我感觉村里有个姑娘叫美容 接着唱 村里有个姑娘叫美容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与双美丽的大眼睛 鞭子粗又长 谢谢你送我围巾 送我围巾 今生今世我不忘魂 谢谢你 接受我的围巾 帮你渡过 一百来秒 你没想要吗 我给你这么围巾 我给你脱脑了 我给你 感觉这个颜色挺适合你 金光沙沙流 赠送的 美容 赠送的仪式要隆重一些 好 来 音乐响起 杨帆哥哥 如果你在外面工作累了 杨帆哥哥 如果感觉你生活有什么苦涩 就来到我们村来找我 我可以到山上给你摘果子吃 可以开了拖拉机带你去赶集 杨帆哥哥 我是我们村的村花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我美吗 赵梅荣 坎萨阿米达 好 天冷了 注意保暖 好看吗 好看吗 非常漂亮 好看吗 谢谢 你带什么都好看 谢谢 因为你是村草 我是村花 美容 她有村肥 我想说 对 你这一次 饿吗 老师弄上来吧 还没下去 她真的是挺体贴的 对 我真的汗都出来了 擦擦汗 没有 坚持坚持 你刚才不说了吗 就一百来秒 不过说实话美容 我觉得你这次登台 相对于别的选手 你的收获可以是最大的 对 大家都知道 女人有外表 也有内在 没错 但是我是今天通过大家 来找对象 我想找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共同生活 共同建立一个家 这样 我们再帮你一次 你再给大家说一说 你心目中的 另一半的标准 其实我也 每个女孩都心目中 一个男神 你们也看也有吧 是吧 就像你们心中有女神一样 我心目中的男孩子 说吧 什么样子的 她就是那个许三多 王宝强 就是许三多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视频突击 她每次在 弟子不付钱 你都是到最后 你把你知道吗 不放弃不抛弃 而且最后她 别人给她鼓掌 哈哈哈哈一笑 我感觉人生就是这样子 一笑你知道吗 什么都没事的 美容答应我们啊 当有一天 你生命中的王宝强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们 好的 我请你到我家 喝啤酒 你去吗 必须去 火车票我给你报销了 是吗 多大方 还要报销什么火车票 她骑摩托就去了 骑摩托太冷了 没事 她有帽子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的 赵美容 请赵美容 加油 黄金舞台 谢谢 帮我看好啊 给她 准备好了吗美容 准备好了 黄金100秒 属于赵美容计时开始 很熟悉的旋律哦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是你赋养我长大 陪我说第一句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她 啊 虽然你不曾开口说一句话 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虽然你不能表达你的真情 却付出了热身的生命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志向的心里 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 让我再跟你一起跳 就跟那套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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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祝贺赵梅蓉 祝贺赵梅蓉 我喜欢你刚才庆祝那个动作 再来一次 来和你的心上人一起庆祝一下 好的 什么感觉 那个 有点 爱情的感觉 不是 谁问你这个了 我说你成功了什么感觉 都被你打扰了 我一看到你我就心跳 特别好 美容会越来越好的 祝福你 再次把掌声送给美容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让我们来认识 我们下一位老朋友 她的名字叫宋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她上一次参加节目的 视频短片 大家好 我叫宋杨 是 2011年 然后意大利米兰 罗伦模特大赛 最爱的冠军 挑战成功 最后宋杨 掌声再次请出 宋杨 有点 哈喽 大利米兰 你好宋杨 欢迎回家 你好 一年不见 好久不见 又长高了 一年不见 你们好吗 还行 除了个儿没变化 其他都有变化 今天我可能高跟鞋 比上一次可能还要高那么一点点 说说吧 这一段时间的变化 我这段时间的变化 因为上次来黄金一百秒 真的是第一次在台上唱歌跳舞 也是我从小的梦想 然后我觉得我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 现在会做一些模特培训工作 还有评委 你现在职业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培训的老师了 对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模特 这样吧 因为我自己有一套宋式魔鬼培训的方法 就是速成嘛 速成 这样吧 今天我觉得杨帆哥 咱们来试一下 因为上次也有走过 我觉得除了我今天 我一定得拉个垫背的 你知道吗 垫背的 咱们叫一个现场的教育朋友好不好 那就咱们看这边吧 看有没有愿意上来感受呢 因为我刚才在这边候场 因为这位阿姨的气质特别好 我觉得阿姨您可以尝试一下 来 除了这位阿姨 我再擅自再请上来一位 可以可以 董文章 也是我们的选手 这个方法叫什么 宋式魔鬼 速成法 您好 速成法 对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像中老年的模特 我有一些在行 因为我妈妈知道我模特之后 然后她也很喜欢做模特 我平日在家就一直指导她 所以我觉得阿姨 今天可以咱们尝试一下 很简单的 这样吧 阿姨是这样 图态 我先展示一下 好 来 对 对 对 我还忘说了这位哥哥 你男模嘛 男模其实很好走 男模就是气质在要狠 就把你刚才拿那个 变魔术的那种气质展现出来就可以 这样 咱们阿姨先开始好吧 阿姨先开始 阿姨 你先走一个 慢慢的走 然后挺胸 对 肩膀放松 眼光目视前方 慢一点走 对 然后在节奏里面 优雅的 慢慢的 倒是有点溜弯的感觉 对 然后插腰 对 然后再浑身 对 其实挺棒的阿姨 阿姨的 再自信一点 还是在的 走回来 有变化 不错 对 来吧 男模 男模 音乐 走 狠一点 记住 要狠 这是要去打架 他自己挺会摆pose的 对 定点pose很重要 杀气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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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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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谢谢 别干魔术了 这个摩特步走得挺好 谢谢 确实是更加的自信了 然后我是觉得女孩子 要不断的培养自己 然后私底下会去多学一些东西 补充自己 对 特别放松 我觉得你的自信是由内而向外散发的 因为你不断的在学习 在充实 来 准备好了吗 宋阳 准备好了 来 再次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年没见 真的是更加的自信了 黄金100秒属于宋阳 计时开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Cesca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像只快樂鳥 夏天日透夜 雨也在燃燒 讓世界更美好 記得你的笑 記得你的好 是山林裡的歌謠 我是一片草 被溫柔擁抱 我想明明知道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baby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baby 真愛就這感覺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baby 你是我的baby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baby oh yeah 挑戰成功 今天好像有一點緊張了 祝賀祝賀 太棒了 她應該是到目前為止 登台最放鬆的選手 無論是登台前和登台後 她覺得好像一切都是在意料和掌控之中 沒有關係把心態要放鬆 心態不好了 什麼都會最順了 說得非常好 對 自信 永遠保持這樣的心態 來 掌聲再次送給宋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黃金一百秒 我們來認識我們的下一位選手 她的名字叫白蘭 我們首先來看她上次參加節目的視頻片段 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掌聲有請 白蘭 謝謝妳好 歡迎白蘭 歡迎 又見面了 大家好 我叫白蘭 今年十九歲 現在是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名大二的學生 歡迎 看了上次節目的視頻 再看妳今天的造型 好像風格完全不一樣 對 上一次是歌伴舞 這一次是單純的演唱 所以造型上變化了一點 白蘭 你覺得在舞台上 那種感覺跟台下有什麼不一樣 站在舞台上呢 妳看這就是不一樣 妳這是無實物表演嗎 沒有 她剛才這一下我以為花花又上來了 站在台上呢我覺得 我覺得我就要為觀眾負責 就需要演一好的作品 然後站在台上給大家一個美的享受 所以有這個壓力的話就會有一點緊張 妳的榜樣是誰 我的榜樣是海青姐姐 為什麼妳喜歡她 因為她是我們老師的學生 然後我們老師就經常在我們班講課的時候啊 就誇她 就說她特別努力在上學的時候 因為功夫不負有心人 只要妳負一份地一定會有收穫 因為再次登上這個舞台 但其實機會很難得 全國有很多人想報名參加 雖然不一定成功 但是一個很好的鍛鍊的機會 對 所以我謝謝導演組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誘惑了一次鍛鍊的機會 好了 準備好了嗎白蘭 準備好了 好好學習 希望妳成為我們中國觀眾期待的下一個海青 好嗎 謝謝大家 來 再次說出我們的口號 是金子總會發光的 請登上黃金舞台 加油 我們期待著 妳精彩的表現 黃金100秒計時 開始 按照o還不錯喔 多少次榮樣 卻感覺修隆 唱歌還不錯喔 多少次狂喜 卻悲受痛衷 多少次灿烂 却心如刀架 多少次灿烂 却是魂落魄 谁知道我们 该去向何处 谁明白神秘的论为何物 是否找个结果 继续的我 或是善事道非 保持愤怒 我该如何去世 挑战成功 祝贺白蓝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说 这次的成功很重要 你今年大一 对不对 其实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 我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也登过舞台 佳明哥你知道吗 我登上的第一个舞台 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 新视听节目 我去唱了一个歌 露了一小脸 管童姐姐主持的 我现在还有那个视频 我会跟管姐说 我当时也觉得也是一个笑话 那时候很年轻 但是那次一个偶然的登台 真的会影响到我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个成功 也一定会影响到你 是 我相信一定会影响到我的 我希望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呢 我能够更加自信地 面对我以后的每一个挑战 谢谢主持人哥哥 谢谢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祝福你继续加油 谢谢白蓝 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下一位老朋友 他的名字叫赵卓能 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回顾一下 上次他登上黄金舞台的画面 哈喽 嘉宾哥好 杨帆哥好 哈喽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样的一个舞蹈表现 家里人能理解吗 其实我不管别人理不理解吧 重点还是妈妈可以理解的话 我会更开心一点 我会谈美 这个太危险 保持心里的我的脸 我谈美 这个太危险 保持过本性的滋味 我谈美 这个太卑微 我要拔掉你的脸 挑战成功 掌声再次提出赵卓能 哇 杨帆哥好 杨帆哥好 哇 杨帆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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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每一次登台 总是那么让人眼前一亮 哇 还好 还好 我想问一下 上次节目播出之后 妈妈看了以后跟你聊了什么 看了 然后很兴奋 就觉得挺棒的 但是我妈每次会给我意见 这次是你一个人来吗 这次不是我一个人来 还有妈妈陪我一起来 这次妈妈陪你来了 来 掌声有请 请妈妈登台 这么年轻啊 对 妈妈很年轻 像姐姐啊 真的年轻漂亮啊 对 一般都可能会 我比较显老 来吧 跟着你 我们自降一辈 阿姨你好 阿姨 上次参加完节目之后 您的朋友 周围的邻居 有跟你说 大姐 我看到你们儿子 在台上表现了 有没有什么反馈 有 他们说 我真的很幸福 很开心 他们说你的儿子 真的很出息 很努力 他真的不容易 其实我儿子 刚开始的时候 跳这个舞的时候 我特别反对 出去是怪怪的 人家都会说 绝对是有问题 我记得卓能上次 在节目里面就介绍 尽管妈妈现在很支持你 但是当时 最反对的人就是你 就是我 最后是怎么转变过来的 因为我儿子会给那个 不是网上有哪个乌克兰的 那个视频嘛 他会给我看 然后让我慢慢去了解 这一行 让我去熟悉 可他说这也是一种艺术 然后他教课的时候 我也去看 我会慢慢接受 我会知道 他这也是一种行为的 艺术方式 他喜欢跳舞 其实我儿子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跟我儿子是单亲家庭 我们两个人真的生活 真的很不容易 我儿子从小就非常的懂事 他为了我 能现在长大了嘛 他懂事为了我 能减轻生活的负担 他会出去拼命地打工 对了不起哦 真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 所以他特别在意你的感受 你的态度 是的 是的 因为他知道我一个人待他不容易 他为了我 真的付出了背后 付出了辛苦 我懂 我知道 我真的谢谢我儿子 他真的很不容易 他真的 因为我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我谢谢他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做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妈妈支持我 我就最开心了 我是第一次听妈妈对儿子说谢谢 这个真的是生活当中很少听到的 因为他是大小伙了 他要担当起男人的责任 对 要做 必然是一个男人嘛 所以要担当起这个家庭 其实在走过这么久了 以前也参加过一些比赛 像这样类型的方式 真的是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也是排斥 所以我现在 一直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就不管再多人都去怎样看你 自己开心 自己就好了 所以我妈妈特别支持我 真的很谢谢你 妈妈我爱你 走自己的路 跳自己的舞 对 让别人收起来 没错 来 这样好不好 要登台之前 有什么话要叮嘱儿子 再给上一课 再次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 这次来不关他 拿不拿冠军都无所谓 最主要是让更多的人 能认识他 让更多的观众能接受他 这种表演的行为艺术 宝贝 你永远是最棒的 你行 一定行 来 和妈妈一起大声说出 我们的口号 是亲自总会发光呐 加油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属于赵卓能 计时开始 你用dance rock一起黑暗着了解 哎呦 爆玛丽啊 你烦恨生活用音符拉一步造调味 哎呦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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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神绿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句点 拥抱路人满满的喜悦 早出都是老未来 这光业的台阶 Come on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 随着启动的感觉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 星星的沙漠风吹 回唱了吗 Yeah 回复的情节 挑战成功 这话说真的比上一次要自信很多 什么都不说了 还是那句话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希望你走得更远 加油 谢谢 谢谢老师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我们今天请来的都是我们反场的选手 他们要再次冲击我们的9999纯金奖牌 不过我们的规则不变 在第一轮只有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 才能够进入再战一百秒 我们来看是哪三位幸运儿 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第三名的选手 他的名字叫 赵卓能 祝贺赵卓能 有请 第二名 耿文章 有请耿文章 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第一名的 赵美荣 有请赵美荣 祝贺三位 进入我们的再战一百秒 马上会进入我们的再战一百秒 来争夺这枚 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 在孟金元黄金打造的9999纯金奖牌 电视机前的您利用这个时候 也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下载我们黄金一百秒的官方APP 上传您的才艺视频 祝您赢得大奖 首先掌声有请 耿文昌进入再战一百秒 有请耿文章 一百秒计时开始 厉害啊 中文章 最近 闯电摄 愿 post 轮 哇 哇 这是个大萝卜 谢谢耿文章 哇你真够忙的 接下来有请赵美荣进入再战100秒 100秒计时开始 不怕天会塌下来 失去了色彩 只要相信就得到爱 不怕天会塌下来 人生的路牌 让我远离黑色时代 地盖上探口皆狂乱的飘舞 战场内 塞到头了有关那灰灰大灯 古董花园 傲慢的白发狗天狗 不怕天会塌下来 不怕天会塌下来 失去了色彩 只要相信就得到爱 不怕白色不够白 人生的路牌 让我远离黑色时代 � Bennu 碰上来了 I can I go 不怕天会塌下来 I can I go cuando 谢谢 谢谢美容 接下来掌声有请赵卓能 进入再战 100秒 有请赵卓能 100秒计时 开始 下过云的夏天傍晚 我都会期待唱歌的唱 把星星都长成月亮 晒得很可爱 就像这样会一起来的 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 其实很追随的 其实你也很可爱 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 不如感觉活得很自在 我说我懂了 会不会太快 未来你一定要展开 做到没有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故事展开 展开地上的角外 因为它爱有真实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时空的魔幻 第一天的纯真色 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永远那么灿烂 我永远那么灿烂 C'mon Fir zde Fir zde Fir zde Jump here Fir z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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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谢谢赵周能 掌声请出再战100秒的三位选手 有请 现场观众 请拿出手中的投票器 完成我们今晚的最后一次投票 知识票 谁是你心目中的黄金选手 请记住 一号耿文昌 二号赵美荣 三号赵卓能 请投票 请投票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 孟军园黄金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 这枚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 孟军园黄金提供的 9999纯金奖牌 将会戴在谁的脖子上呢 投票 结束 观众 最终投票 决定 把这枚 把这枚9999纯金奖牌 赠予 舞台上的 谁呢 几号 赠予 投票 结束 观众 最终投票 决定 把这枚 9999纯金奖牌 赠予 舞台上的 谁呢 几号 赠予 三号 赵卓能 祝贺赵卓能 金光闪闪亮 闪亮 梦想闪闪亮 闪闪亮 金光闪闪亮 我要将它闪亮 小队妈妈说什么 努力了这么久 我还会继续的疯狂 继续的加油的 来 再次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的 无法 发光的 无法 没 它闪亮 是金子 总会发光 一 G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